本来早就买好了周二晚武汉三镇队的比赛 结果下午有一场会议 开赛光鼓动 好在下午5点钟 会议准时结束了 于是赶紧上地铁飞奔 唯一庆幸的是酒店就在地铁口 我现在刚从这个宝宝家的酒店出来 会议结束的还非常及时 5点钟多少结束 然后我现在赶路住战口去 看一看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地铁 到达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场外的小贩和黄牛的咬嗑声告诉我们有赛场 还不到7点钟 一路不停歇地赶过来 肚子又温了 体育馆对面有个脱小的大 吃饱喝足再进去 准备安检进场了 第一次来的时候不知道 买了几瓶瓶装水 结果都不让带进去 这次学聪明 买现装的可以吗 还没进去就可以听到场面的细分已经逐渐起来 应该是球员踩场训练的 欢迎来到武汉体育中心体育场 武汉三战队首封名单 2号 也定号 2号 22号 6点钟 2号 45 0号 注意 球员踩场结束后开始了疯狂的焦点 要闻到八日 2号 3号 2.15 比赛开始接待 武汉三镇三拦五打得很凶 红牌开场不到五分分 对方前逢严重犯规 我甚至还没有看清楚是发生了什么 不过多一人的武汉三镇变得仿佛 不会踢的以后 又开始了博足的倒角霸掌 对方球员被爆头 好在短暂休息后恢复了过来 不得不说对方门将这个是神扑 外园之间还有些背景 刚才说的开场交通到自己 外园之间是神扑 正好 有楼 我能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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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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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